老IG大战老W,若峰在拿卡牌大师,落地红牌PDD看笑了,看完了主播邀请赛和新生对抗赛后玩家粉丝们并不过瘾,接下来的老W对阵老IG才是玩家们最期待的对抗,作为英雄联盟老玩家都对若峰的卡牌怀着一种执念,当年若峰使用卡牌一手开大落地金身肉身开团一战成名,被无数玩家奉为世界第一卡牌,赛前就有众多粉丝留言希望若峰能在这次的卡牌, 全明星周末上使用一次卡牌重担,为我们的青春记忆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,没想到若峰真的满足了观众们这个想法,即使卡牌已经不属于P1级别重担,但是他依旧选择了卡牌,甚至再次上演了自己的风神使客落地金身,不过这波操作中若峰犯下致命失误切出来红牌导致未能留下敌人,老IG三人因此逃出生天,这一波失误操作也是把老IG人看笑了, PDD在镜头中也是彗星异象